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叫做 Google Earth 环绕飞浪产生器 诶 老师给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维度 好像似曾相似 这个就是 23.5度 有没有 我们的北回归线 对不对 诶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Google地球 不管是网页版 或者是这个 电脑版 你想要这样子绕一圈 你觉得容不容易 诶还蛮难的诶 对呀 拖到手栓 还要 还要调整很多 现在老师可以不用这样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 上地理课 老师会介绍 那个哪一个维度 有哪些国家 有没有相同的维度之下 哪个哪个地方那个产区啊 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要让大家 比较有概念 怎么办 直接用这个产生就好了 很快 真的 您可以直接从这里 直接从 这个 网址 你把它打开 来 我把这个网址贴给线上的老师 罗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 打开之后在这 这个 您进来就像这样 那他呢 就是 你只要给他 一个名称 然后你要的纬度 你要几度 给他 你要从 哪一个精度 老师对纬度跟精度 还有概念吗 除了那个 毕业 同学 应该对这个 应该很清楚吧 老师有教嘛 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 我有帮你准备 那个 国中地理 你可以再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23.5度 北纬 对不对 赤道是零度 金的话就是直的 金的就是直的 那 我们台湾是在120度左右 对不对 金度 所以 你可以像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没关系再回去了解一下 就可以打开 这个应该是那个 酷克云的 酷克云的一个教训 影片 好 那 你看我现在 刚刚是23.5度 对不对 那我现在 我想要产生 60 度的 60度纬度的 那我从120度 开始看 然后呢 你还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环绕的时候 它的高度 预设 老师要注意一下 这边是 后面单位是千公里 所以如果你是6千公里 打6就好了 不要打6千千公里 这样会很远 这样了解 它单位预设就是 1000公里 绝对高度 然后 这个俯视角 就是我们刚看的 你看我们刚刚滑鼠不是按着滚轮往下拖曳吗 就是那个俯视角 0度就是预设子 就是正色 就是从上面直接往下看 那90度就是水平的看 所以你可以近一点可以远一点都OK 那我们就会绕着一圈 那你要看的时候呢 你的俯视的方向是向 以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在北半球嘛 是我们向北边看 如果你是南半球你可以向南边看 然后再来是环绕的方向 你是要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 那这样转一圈你要多久的时间 你都可以 指定 好了你看 假设你已经设定好了 就按产生 不要客气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格式好像有一点点熟悉 KML 有没有刚刚我们讲说 Google 网页版 20的网页版 是不是就为了要能够交换档案 他就是帮你产生这种档案 那你可以在 Google20网页版 或者是Google20的电脑版 直接打开 那你看我把它存下来 这是第四个 我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在网页版上 打开怎么办 请看这边 我们在 左手边这里 这里这里 有一个叫做 专案 左手边 这里有个专案 但是你到上面 我 点到专案之后 你看 从这里 有没有发现 你可以从云端令碟 打开 也可以自己建立 也可以汇入 对不对 从Google云端令碟汇入也可以 从电脑汇入也可以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版本 这样是不是大家交换资料比较方便 而且你在线上就可以看 你看我把它汇进来 在下载这里 这个 打开 它就用我刚刚的 6000公里的角度 有没有在这里 你看我们60 维度60 就比较偏 快要到北极圈了 有没有 这样子 啊怎么 绕一圈 它已经帮你做好了 有没有一个叫做Play Me 请把我Play一下 点到它 点两下 有没有开始 照你刚刚指定的时间开始播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实用的功能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你去做同纬度或同轻度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这样OK吗 那你知道 要变成影片该怎么做的吗 你可以直接用录影的 对不对 好事实上如果你是在Google Earth 电脑版 他是可以直接输出成影片的 你就不再需要自己录影 而且他的画质 可以很高 我们刚刚的方式是 方便大家 那个缩时摄影就是在网页上直接做 但是如果你需要 比较高画质的 其实就是用Google地球电脑版 就可以完成这样子 好 这样大家OK吗 可以所以你可以试试看看23.5度的 或是其他角度 那 你这个可以 我顺便 在Google地球把它打开 给各位参考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下载下来 它那个档案就可以直接打开 好就可以直接点两下 就可以打开了 那我这边 没关系 我从这里 用档案总管 你看 因为我的电脑 已经安装了 这个 我照修改日期 已经安装了Google Earth 电脑版 你有没有发现 KML 直接关联到Google Earth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客气就点两下就可以开了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 Google地球打开 来 有没有 感觉到 发生的事情 跟刚刚在Web版的一模一样 都一样 来您看左手边 左手边 这里打开 有没有一样有PlayMe 这个就是 Google Earth 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导览 导览 所以 利用它层次的方式 我们 这样算出来 比你 自己去定义那个 来得方便很多 有没有 像这样就OK了 所以 刚刚讲的 如果你真的要高画质的 你可以从这边 在 这里 我看一下 这个要先关掉 这里 工具里面 我们会有 叫movie maker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名词 有点熟悉 对 但是跟它没关系 我当初看到有这个 怎么会有movie maker 原来 Google Earth自己的 但是老师要注意一下 你刚刚如果有 PlayMe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下方 这里会有一个 时间轴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没有关掉的话 你不能够打开 那个movie maker 你试试看 你看 我现在开着 工具里面 有没有发现不能开 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要麻烦大家 一定要怎么样 把这个 叉叉 把它关闭 关闭了 你看工具里面 这movie maker 就可以用了 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 老师您在这边 那个时间轴要怎么打开 如果你想 看的话就是这里 你打开之后 这里展开 有一个叫 PlayMe PlayMe 你 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会自动开始播放 但是这是让你看的部分而已 可是我现在 不要看 我就先关闭 它就离开那个播放的模式 然后 你这个工具 可以打开 你看 你看 有没有看到 我要录制的来源 就是我刚刚存的那个 60度的 PlayMe 那你想要存到哪里 你看你的影片格式 哇 你可以输出到 4K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老师你需要比较高画质的 你就来这里做就好了 我们刚刚那个 Record case的只是方便大家就做一个比较简要的 但是你真正要录 录这种Google地球的内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那个 地球的专业版装在电脑里面的 这个电脑版 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的功能 这个部分你在web版 App我倒是没有特别测 应该是App也没有 还是要电脑版 所以你看你要 做到Full HD 还可以1秒60格 不一样吧 对不对 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30格 那你60格 所以老师刚刚有 老师提到说 那他想要做速度上的调整 你用60格做速度上的调整 做慢动作效果会更好 这个不一样 这样OK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直接存取 而且你看 他的影片的格式 有没有很多种 你可以变成连续图档 可以变成MP4 他这个 M4B其实就是MP4 就是那个格式 那如果你有需要再转 我们可以再找其他的转档的 你看webApp也是标准的 这样你大概了解 所以如果假设我在这边 我就先告诉他 我要存档 好 存到这边 然后我就1280就好 先不要输出太高 OK 有没有他就依照你刚刚那个路径就可以这样做了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介绍 那我自己要做路径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 当然可以啊 对呀 现在只是说利用 我们刚刚那个产生器 他比较快的同纬度的你比较方便做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 电视上 常常看到的东西 你现在是可以DIY就完成 这个是我很喜欢Google地球的一个地方 有没有 你就让他跑完 这样就OK 好所以 这个部分啊 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那 老师呢 你也可以先输出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先 让大家起来休息 休息一下好了 好吧 好 大家起来动一动 那等一下呢 再来继续咯 我来先回应一下就是 我们meet上面呢 有老师提问到 就是 方老师 在这边 就是照片的时间 就是我们刚做那个缩时摄影的时候 那个比如说 1984年 或2000年 2001年 那个 字 可不可以显示出来 那个没有 那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透过就是 影片的后置 就是我们讲的剪接软体 好你自己再去把那个 字把它打进去 因为在 不管是Google地球网页版 或者是Google20里面 它上面的缩时摄影 其实就是 用我们刚刚在 画面上 有没有 年份就是从这边直接拖曳 这样子而已 它没有特别在标示那么大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 老师需要 自行再去 做后置 就是这样子 嘿 这个部分 我稍微补充说明一下 好 那 老师您刚刚的 有没有都汇出成功了 利用休息时间 嘿 我们来看一下喔 我刚刚把它放在 放在哪里 看一下 在桌面上这个 你看 我把它打开 好用 Windows内建的就可以开了 有没有 画质好很多 虽然我不是用最高的 我只有用1280 是比我们刚刚 网页上看的那个效果就更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功能 那 等一下我们会跟老师介绍 就是如果你要客制化的时候 该怎么 客制化这样子 OK OK